大家好 我是張老師 我們今天就講一講蘇格拉底跟柏拉圖的對話目 在這個視頻當中我會簡介一下 你看2500年前這些哲學家怎麼談愛情 談婚姻跟談外衣 還有首先進入這個視頻之前 看看我們家的小鳥 這個是從外面掉下來的一隻小鳥 那個是白頭翁 因為很小很小所以我們就把他養了兩天 還好生命力很強 喜歡人家這樣兜兜趴 有時候在旁邊唱唱歌飛來飛去 這麼小出去也是很麻煩 所以我們就把他放在這裡 大家共心活命活活 拜託 因為我看過他的媽媽爸爸在那邊盤血 我有跟他們講說還小也會不上去等他長大 在那邊一家團圓 好蘇格拉圖跟柏拉圖 他們的關係是像師生一般 那這樣問題來了 有一次啊 蘇格拉圖啊 蘇格拉圖想要教育他的學生就說 哎呀柏拉圖你來這裡吧 然後你到那個賣 賣田那邊 你進去以後找一宿最好的賣給王 但是你不能回頭喔 你就從這裡走過去你不能回頭 喔 結果柏拉圖說好老師我去 結果那個蘇格拉圖在那邊等了好久 看到那個柏拉圖回來 你知道嗎 頭搖一搖 他說柏拉圖他說 啊你的那個賣稅呢 你知道柏拉圖講什麼 老師啊 我進到裡面去喔 每一株都很好 我想看看說有沒有比較好的賣稅 結果不知不覺 我已經走到這個賣稅田的盡頭 老師對不起我空手而歸 你知道蘇格拉圖跟他講什麼嗎 哎呀這就是愛情 充滿著理想 但是不大容易 不大容易得到實現 哇那個蘇格拉圖 喔謝謝老師這就是愛情 這個蘇格拉圖第二個 就又在跟他的這個學生討論到時候 哎呀柏拉圖啊你來這裡喔 這裡喔 很多的樹木 他是一個森林 你一樣你從這裡走過去 你整夠砍一顆木頭回來 你整夠砍一顆喔 一樣不能回頭 哇柏拉圖就帶給把斧頭去 就進去了 不久以後一樣 垂頭上氣回來 垂頭上氣 結果你知道嗎 他老師問他為什麼 老師啊 我左挑右挑 我想說後面一定有一顆比他更好 可是挑到最後已經來不及了 我想說 我天也快下山了 而且我這次不能空手而歸 我就隨便喔 砍了一顆回來 你知道嗎 蘇格拉圖 對這就是婚姻嘛 你活的比較務實喔 對不對 總不能兩手空空隨便撈一個 好 你看 柏拉圖 蘇格拉圖 他對愛情跟婚姻的詮釋多好 一個是理想 一個是理性 不是好不好的問題 有就好 入袋為安 撿到籃子裡面都是青菜 一樣的意思 好 第三個 換這個保證 老師啊 什麼是外遇呢 什麼是小三跟小王呢 蘇格拉圖 還是這樣跟他考 好 這裡有一個玫瑰圓 你進去以後 一樣 一樣 不能回頭 你只有一次機會 採一朵最好的玫瑰回來 哇 蘇格拉圖在裡面找了 這個葡萄在裡面找個要命 終於採了一把玫瑰回來 結果那個玫瑰花已經枯萎了 所以蘇格拉圖有一點 也是一樣玉密寡彎 老師啊 為什麼這個花會枯萎 蘇格拉圖怎麼跟他講 他說這種外遇 就像閃電般 稍重疾勢 那一撒那 草木會是寒飛 風雨陰的變色 外遇就是這樣而已 第四次 蘇格拉圖 再跟柏拉圖講 這次我給你機會 你到裡面你可以來回巡邏 好好去找一顆 找一朵最好的玫瑰把它帶回來 結果柏拉圖失蹤了 三天沒有回來 這時候蘇格拉圖嚇到了 你知道嗎 馬上跑去現場看 結果你知道柏拉圖幹什麼 在讓你搭葬 柏拉圖告訴他的老師說 報告老師 這個玫瑰花我採不採它都會枯萎 那以及他會枯萎 我譬如在旁邊看 這一朵 如果枯萎的時候 師父管我 我再換另外一隻 我繼續看 這一顆再枯萎我繼續看 人的就是這樣子 很多東西在跟你講 人啊 參與不要介入 你千萬不要去介入 有沒有 愛情是理想 婚姻比較理性 外遇稍縱即逝 到最後必將哭 你看 2500年前的人 怎麼嘗試愛情婚姻跟外遇 簡單明瞭理性 他沒有罪詞 誰說西方沒有哲學家 太多人 今天只是隨便找一下 歷史跟各位聊聊 那各位要問老師 那你跟我們八字有一份 當然有關係啊 不是很多人聽到桃花就很高興嗎 有沒有 聽到桃花 老師啊 我跟妳講 這個桃花 必將哭 它就像 蘇格來講 閃電一般 沙納之間 風靈因而變色 那變色以後呢 還是會恢復原狀 對不對 像正是沒有來我們家 因為可以很長久嗎 對啊 有緣啊 我們沒有可以去求他自己來的 有沒有 我常講啊 風來逐面 有沒有 對啊 厭過長空 物來則應 過去不留 他來高興 然後他長大離開了 我們也是捨不得啊 第一天啊 我們答應他會死掉 還不想要為他什麼食物 還到處去問 正常說 卡電的機器的119 119去問一下 還有一個告訴說 要用什麼給他吃 還有兩天沒有怎樣 應該就不會怎樣 那接下來看這一個男生的祕討 這個男生的祕討 非常的特殊 我常講十有七貴 言下之意在講什麼 十個當中 七個是貴的 三個是負的 那因為他的八字結構當中 他比較處於身弱 那身弱的人不是不能認官 認財認煞 no no 不是不是 因為他這一刻傷感特別強 也就是說這一位男司主 他不是活在一個家庭 他是活在一個公司的人 他是活在一個眾目睽睽之下 要接受很多人看的人 比如說藝人 政治人物 公眾人物 非常有名的藝術賤賞家 演奏者 表演家 剛講藝人 政家這都是一樣 因為你看他這一顆傷感哪裡特殊 筆尖又把它伸出來 然後他的傷感又十神 從小多財多益 為什麼說多財多益 如果你的命盤當中 比這個十神傷感太多 又看不到財 代表虛擬虛擬 圖有其表 而且傷感有一個特性 樣樣通 樣樣鬆 如果再加上一個十神就不一樣 這個十神是非常靜態 而且學有專精的這個星秀 你注意看 有沒有財 有沒有財 有啊 他的十神身財 也傷感身財 而且都是偏財 一般偏財在八字的路上 屬於親人 不是老婆 所以他這輩子的感情生活 必將多產多資 而且他三關可 這個男生 比較容易 sentimental 有沒有 感食花見類 恨別鳥驚心啊 很容易被外面那種 東西 所感動 所以他的感情是非常豐富的 這個 那男生的感情一豐富 腎臟一定發育的 發展的非常的好 所以他的眼睛 眼睛一定非常有色 而且這個三關啊 他愛講話 這個男生一定很愛講話 而且他穩武兼功 我剛剛講十有七貴 其中十有三貴 他家的狀況一定不錯 將來必走貴之路線 貴從何看 你只要印代官 官代印 你必將富貴 而且不要破 不要破 如果你的官跟印 是在前面年珠肉出來 我跟你講 那個可能是先隆後乎之下 如果你的印跟官是在後面 那代表你是走的都是賤入佳境 貴有什麼不好 無本無心求物貴 誰知富貴破人馬 所以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不是說要看 說老師你怎麼知道我將來會貴 我帶很多命理大致跟你講 你這個人交容 終非慈忠義 第一個我們要先確定你是不是交容 第二個你是不是住在那個水池裡面 第三個加上時間 我常講你是不是人場 會不會成功 先確定你是不是人場 那你的做法對不對 如果你是人場 你的方法又對 現在只能夠等一個什麼 時機成熟 叫做後時待命 如果你不是人場 你的方法又錯誤 對不起啦 那個你沒有機會了 沒有希望了 所以成功不是偶然 它有一個必然性 但是也不是絕對的必然 比如說你是人場 你方法又對一直等 等到你死也不可能啊 為什麼 為什麼 叫做食不我餘 向你利不厲害 向你利不厲害 千金萬馬 千金萬馬 起敵金之手裡 不看狼取物 為什麼到最後失敗 自大嘛 你少女得志 所以人生的成熟成功 需要歲月的淬煉 我常講 天將將大任一世人員 必先苦其心智 勞其精苦 惡其體悟 控罰其身 行福亂其所謂 所以動心忍性 正義體所不能 沒有冤寒政府 哪來沒話不必想 每個人都想要成功 都想要很多人來追你 只在這裡這裡有什麼用 你年過年過三十二 就開始步入你的暮年 有沒有 好像花該堪則之心者 末代無花空則之 你十六歲都被人家摘走以後怎麼辦 所以有時候 如果人生能夠重來 你只有二十年的好命 拜託拜託 儘量移到後面去 不然你少年得志 有什麼用 晚景淒涼啊 有沒有 你晚景淒涼就很可憐 你知道嗎 沒錢 沒房子 也沒有那個福德 就很可憐 這個很可憐 顛沛流離 所以有時候人說喝陶 不如喝味 台灣講的 也就是說 好的開始 不如好的結束 好的結束 才是成功的全部 十有七貴 必有三負 富貴不能兩錢 懂不懂 切記 自古以來沒有負跟貴一起來 那有人要問 老師我貴會不會有錢 貴當然有錢 富也會貴啊 這是人性的需求嘛 貴比較偏重讀書嘛 富 富的人 比如說走財的人 比較不喜歡讀書 第一個 他每天忙著賺錢 哪有時間讀書 這個也是對的 那貴的人 因為他每天都在研究一些 專業的知識 人有貴氣 有靈性 從事某方面 比較特殊 人有貴氣 他當然就不會支出 計較那個錢 所以有貴的人 有貴氣的人 自然 那些珠寶黃金 美鈔 歐元 他就自動 自動會跟你輸成 那富的人 你要說 維護不能 如果你維護再不能的話 你會達到貴 因為太粗錢了 有沒有 太同籌味 所以富可以 如果你富而好人 富而好人 也可能會達到貴 貴一定會有錢 我跟你講一個觀念 實際擁有 世同擁有 現在來注重所有權 比如說我家 我買不起一個公園 可是我家住在公園的前面 我每天可以使用這個公園 所以實際擁有 世同擁有 是概念問題 但是不影響你使用的權利 為什麼你會增那個所有權 那如果太平洋有幾個島給你 你用不到有什麼用 有沒有 撒阿拉大沙漠給你200甲土地 有用嗎 你有所有錢 你能使用嗎 沒有用 所以我們要善用公共財 比如說政府剛才很多圖書館 還有很多的那種健身房 還有很多的公園 你不需要花什麼錢 你也不需要擁有 但是你可以使用它 這是擁有權使用權的概念 那我們今天嚴格上講到這裡 喜歡老師視頻加入訂閱 OK 謝謝拜拜 這個鳥啦 跟各位再見一下 拜拜 好拜拜 see you 拜拜